同样是南门市场老字号的 还有这家鱼丸面线老店 开张到现在65年 已经是第三代在店里面坐镇了 店里面的南北干货 手工鱼丸面线 在过年前后总是公布一层 这个真果跟那个美国那个 稍微都不一样 不一样 嘴巴忙着叫卖 手里不停装带 老板赵启春伪装的身材 利落地在小店里来回穿梭 堆成小山的食材用材坚果蜜件 吸引络绎不绝的人潮 里头我选 尤其到了过年 赵老板可忙翻了 已经习惯了 其实有一般年线蛮多 因为我们都是没有家人 所以蛮多年线人 会受不了这样 好 谢谢婆婆 好 谢谢 还有当然钱 对 提金 一千二 原本一毕业 就从事建筑业的赵启春 因为父亲快七十岁了 加上这个店面 是当年赵爷爷来台湾 所创立的品牌 为了让家族事业传承下去 赵启春决定与哥哥 一同回来帮忙 采访这一天 平时退休在家养老的赵老爹 也刚好来寻店 因为我箱子里面开车 其实看好甜又香 每到过年期间 一定来到店里作证的赵老爹 尽管年纪大 行动不如年轻时来的迅速 但说起自家卖的南北杂货 仍如数家珍 感觉比我以前改进很多 在背方面 摆的方面 比我好像古时候的想法 又不一样 有的时候摆得很漂亮 儿子接手老爸放心 人多时负责量也很有默契 一点点 半斤斤子 半斤才对 但难免也会有出钱的时候 证 biếtà 听过 人太多都是杂责 会变成听错 变成听到另外客人讲的东西 尽管忙碌 赵老爹就是剩不下来 尤其看到老主顾 精神都来了 9Hz 13 岁 х贝 9Hz 23θ 我能弄到這個 932 9300 米 diagon 謝謝 illance sister 謝謝 Réplection 有一些老師 平常說 爸爸怎麼沒看到 的時候說 不過年一定看得到 的確只要是過年期間 一定都看能到趙老爹的身影 父親當店裡的活招牌 兩個兒子則輪流推銷 甚至三不五时到仓库办货 这过年整个是满的 满满满的 有些还没结束 现在慢慢清空的部分 就是全部都会粘货这样子 小小一间仓库 南北货堆的满满满 赵喜春每天就这样爬上爬下 来回奔波 几趟下来已经满头大汗 每天这样就爬上爬下 对啊 变得乐趣吧 把工作当作娱乐这样子 就不会想说这么累的 还好年轻人体力好 流点汗不怕吃苦 但最怕的是怠慢客人 他东西很齐全 蛮新鲜的 他觉得那个老板现在做到儿子了 对对对 做到儿子了 儿子也很客气啊 我觉得都有符合到那种 对 没错 符合到客人的需求 赵家也因为是福州人 店里自然少不了福州土产 找来亲戚同乡 一同手工制作福州鱼丸 竹滑的鱼丸 Q弹的外皮 包满多汁的肉馅 吃起来特别爽口有嚼劲 另外还有过年必吃的福州面线 我们是年初一早上都要吃这个 这个开比面 福州面线 这个手工面线 不仅我们自己福州人吃 像变多的连平常都会吃 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手工面线 比较好吃 不像一般台湾面线会比较 没那么Q度 手工制的福州面线 配上自家面制的红糟 著称一道红糟鸡面线 迈向投喜 养生没负担 是过年守不了的一道加油 65年老字号 透过三代传承 继续在传统市场里打拼 一切努力 也是希望传统市场老味道 不被卖成取代 继续深植于美味库客心中